漫威宇宙里的王到底有多强 在《蜘蛛侠》三电影中 老王一边对着老齐说话 一边紧靠着意念就将传送门给打开了 这个细节可太炸裂了 要知道就算是被古一称之为最优秀的奇异博士 都无法做到用意念开启传送门 难道王的魔法水准已经超越奇异博士了吗 要想弄清楚这一点 首先咱们要知道 古一自己都曾亲口承认过 如果没有玄界的帮助 他也很难从镜像空间逃脱出去 换句话讲 如果你的魔法等级还没达到古一法师的水 那么要想画出传送门去往一个地方 最重要条件就是 第一你要佩戴玄界 第二你心中要有一个清晰的画面 或者有一个目标 第三要画出圈圈 三者缺一步 普通法师当然也是严格遵守这几条铁律 才能进行传送工作 但是咱们的王就不同了 他不仅遵守这三条规则 还把这项技能玩出了画 复联三里就是他教七一博士来了的 乾坤大挪一让乌木猴脑爆 接着还急促开启传送门 就像托尼的同事斩断黑矮星的水 这招使出之后就彻底征服了 从他的这些种种操作不难看出 王对于传送门的天赋 是远远高于其他师兄弟 当然要想凭借意识开启传送门 王不但要拥有天赋 还要把这个技能的熟练度点满才合情合理 而这点他的确也做到 在故事设定之中 虽说王的魔法平均值不能和奇异博士相提并论 但王四岁就来到了卡马太基学习魔法 并且在女浩克的衍生剧中咱们得知 王在魔法圣殿当图书管理员居然有11年的时间 想必大量的魔法书籍对他耳濡目 再加上在这11年的时间里 他要不断的搬运各种书籍 所以我想 他对传送门这个法术的知识类别尤其关心 这也一定是他最常用的法术之一 还有一点也不得不提 那就是在古一死后 奇异博士还没扛起至尊法师的名号 多久他也化为了灰激 王就不得不接手魔法学院更多的事物 光是几个魔法圣殿 他就要每天跑几趟 更别提那些跑腿搬东西的事物 零零碎碎的事情都需要传送门来 而且他还时不时的跑到别的电影中刻 下面咱们来的总结 王之所以能用意念打开传送门 是因为他具有天赋的同时 外加常年的练习 对这项技能熟练度拉满所呈现出的节目 可这并不能证明王比奇异博士强 毕竟单科状元和状元还是有区别 谢谢大家